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节目 点赞留言打扫 对老杨私房茶 以及我们推荐的三款葡萄酒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少少握一马 了解一下 欢迎选购 谢谢理解和支持 好 来谈谈二十大之后 习近平组建忠诚者的班底 团派被团灭 隐难具有政变的性质 大幅改变政治惯例 埋下了政治另外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和隐患 习近平如预期开启了历史性的第三个任期 并出乎意料的组建 一个以他个人忠诚者为主的 中共最高的权力机构 显示习近平已经取得了 党内定于中的党内地位之后 在高层人士安排实现了一统江湖 认我行 认我行 金融笔下认我行来了 那么好了 除了习近平本人之外 其他的六个常委 除了刘润的赵乐际王滬年之外 其余四个人 李强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都是属于习近平的嫡系 24个人组成了政治局 绝大多数也属于习近平亲自甄选的对象 在中共百年党史上 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结构的安排 这显示习近平取得定于中的党内地位之后 在高层联市结构的一统江湖 所谓边观察人士说 普遍认为 这次亮相的常委中没有明显的接班能 显示习近平时代可能超越未来五年 五年不过瘾再继续干 新出炉的政治局委员名单中 具有共青团烙印的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不仅没有进入常委 也没有进入24个人组成的中央政治局 59岁的胡春华已经担任两届的政治局委员 他一度被看好是路长的热门冷险 但是随着胡春华的处局 中共政治局40多年来第一次没有团派的身影 团派退出新一届的中央政治局 意味着40多年来第一次 政治上出现的团派被团灭的现象 这算不算是一次设计周到的政变呢 很多人有相似的看法 在世界媒体面前 79岁的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 中途退场 经过了李克强总理身边 拍了拍后者的肩膀 向是表示安慰 作为胡锦涛上个世纪80年代 主政共青团时期的老部下 李克强的政治生涯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尽管还没到传统上的退休年龄 李克强却没有入选西尼界的中央文会 意味着他将来明年三月两会之后 现任总理正式退休 同为共青团体系出身的全国政协主席汪洋 也没有进入西尼界的中共中央文会 将在明年三月全国政协会议后退休 曾经当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副总理胡春华 虽陆选西尼界的中央委员 却没有进入西尼界的政治局 显示他也将在明年三月卸任副总理退居二线 不仅如此 曾经当来团中央第一书记的陆浩 二十大之间从自然资源部的部长转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试图严重的受挫 另外一名将来当来团中央第一书记的最高法院的院长周强 也没有进入西尼界的政治局 共青团历来被视作为中共的后备军 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团派领军的陆胡耀邦 被征选为政治局委员以来 历届的中共中央的政治局都有团派的高官加入 包括十二届的总书记胡耀邦 十六十七届的总书记胡锦涛 十三届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胡启立 十四届十五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 十七届十八届十九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 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韩正 那么按照新加坡这个余泽眼的说法 通俗的说团派的新一届的中央政治局遭到了团灭 大团灭 这是过去四十多年来 从来没有过的政治现象 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之后 胡锦涛接任的最高领导人 李克强李源潮刘延东汪洋胡春华等传派干部崛起 李克强一度被认为是胡锦涛的接班人 而十七大之后 共青团系统出身的高官 一度占据中国各省自治区地方党政一把手的多数 团派就迎来了高光的时刻 十八大之后 中共高层权力结构发生重大的变化 习近平曾指责团中央 高位接摊 不接地气 团派气势 如此受到了重挫 十九大之后 习近平的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成为了中共的指导思想 宪法取消了对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 李克强汪洋等团派大将虽然能居常委高位 但权力已大幅的缩小 如今 好了二十大 新历界的政治局中已经没有办法再找到团派的身影 这即使定义一尊的结果 也说明 传统的团派干部 会不成军 余泽眼说是已经跟不上新时代的背话 我认为这个呢 是有点西瓜未边的评论 不够客观 因为他们没有掌握 保证自己权力地位的枪杆的倒霸子 就是一群读书人 拼命地做事 这些庶民子弟 从此没有办法登上 如果他们不对谁表示忠诚 没有办法再试图展示自己曾经拥有的能力 但是联合早报今天的社论 叫中共二十大改写惯例天 不确定的因素 其实代表了海外相对比较持平 立场观点的舆论的一种担心 这个社论说 习近平新的核心班底的组成 被国际舆论认为 这意味着中共将不会在政治路线上 跟西方有所妥协 除了习近平之外 他领导的政治局常务 也出现了令人意外的大片洞 跟这一次的换届 高层换届的过程中 年龄的规则 五湖四海的用人规则 完全被颠覆 完全被重写 以往的国务院总理人选 都必须具备副总理的历练 但新一届的政治局常委中 并没有人担任过副总理 最可能出任总理的李强 担任了中共上海事务书记期间 因为在抗议准备不足的情况下 强力封城 引发了经济和社会的动荡 严重打击外资信心 但是没办法 他忠诚执行了习近平的清零政策 得到了肯定 上一届的25名政治局委员 有13个人退出 流论的12个人同样也是打破了 多年来不成功的七上八下 67岁流论 68岁退休 按换届惯例的情形 69岁的国务院 这个原来的国务员外交部长 王毅流论 可能会接替杨洁篪 出任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 72岁的军委副主席张又霞流论 显示他会继续担任军委副主席 上一届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 拥有接班年龄优势的59岁的副总理 胡春华 非但没有晋升常委 甚至还退出政治局 随着胡春华的出局 共青岚的高干 已经完全退出中共最高权力中心 这是几十年代的第一次 这个意见 呼应了前面的观点 欢迎习近平地位全面巩固的另外一个迹象 就是他过去执政十年提出很多政治理念 绝大多数写进了修改的党章等等 虽然确立了他的两个确立 只是要求全党必须升个领悟 没有表明要写入党章 就是讲的全国中民主 两个确立没有全部写入党章 但丝毫没有减落 习近平主掌大局的印象 好了 习近平所展示的一言九鼎 强大的政治实力的手腕 手腕 表明中国至今推行的重大政策 比如打击资本无需扩张 推进共同富裕 清零政策等等 短期内都会改变 然而打破党内派系平衡 固然能够加速决策过程 却容易产生因为缺化派系制衡 和政策辩路 施政的盲点 可能增加的弊端 我相信这一点 老习应该也看得到 但没办法 混乱不顾了 此外呢 社论说 权力高度集中的结果会意味着 中国的未来 发展走向的不确定性提高了 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崛起 原本就不无疑虑 20大表明 习近平的个人意志得到贯彻 包括他所重视的花扬 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写进了党章 不免让外界担心 中国和美国和西方的竞争 对势可能要升级 无论是在台海问题 南海问题 芯片战和经济脱钩领域 恐怕斗争的倾向 要打以妥协和合作 也就是说 国际地缘政治 更加动荡的可能 不让外界有很多的担心 另一方面 当然也看到了 在人事替换的规则 出现很大的变动 当然 20大的政治报告 本质上没有超越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发展道路的基本框架 但不是说 他一定会坚持改革 而这个改革 重申了还是 党发展是党的 执政新国的第一要务 对台海问题的表述 有没有超过一期 中共应该还是会尽量发挥 它所定义的战略机翼和风险 挑战并存的优势 在维持内部和对外关系 大致稳定之下 实现它的愿解目标 但是尽管不确定性 会持续增加 那么社论说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 会努力维护对外开放和发展的 大科区不变 这也是一个很客套的寄望 我想关于这个问题 第一 新满子也罢 未来的这个 决策层的概念也罢 更趋于集权 更趋于一人独尊的特点 而受胆 一个人说了算 第二 不搞五五四海 凸显绝对忠诚 这也不是中共当年 曾经以往的约定俗称 或者普遍接受的政治规则 第三 原本受国仅存的胡春华 也被安排出局 团灭团派 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婚水令 这时候婚水令构成有三个标志 胡锦涛被离场 李克强汪洋连媚退出 胡春华被出局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之前 讨论这个现象的时候说 平民百姓的子弟 寒门弟子 通过自身努力的政治权力抢意上 终究是被设定了一个天花板 这是红二代的权力继承 这种权力继承跟红色基因的比重有关 与忠诚度有关 第四 联合早报今天的社论 隐约表达了对未来中国政治局势走向的不安 社论的结尾显然是基于各种众所周知的设计 原因的设计显得有点温吞水 并没有说明更进一步的生成这个不安 有点苟语絮雕的意味 当然于则也固定装处天真 是中国的改革诸如此类 但是我们相信改革应该也会维持 这是个施政的必须 但改革不再是为了开放 而是为了政权的稳固 保党保江山守住人民 已经成为了这个党的第一个要务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好 prost死 好 老杨 那 可 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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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 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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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